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GChannel 我是竹子 3月首个活动也就是色彩节以及社群日活动相关资讯与正式亮相 两段活动除了会为大家带来各种特色奖励在满内容以及变动外 更有全新超级形态 新宝科目以及限定招式登场 这次影片就针对以上这种资讯 在经过整理后于接下来的影片中以大家展开细说 分享顺序会分为两个部分 上半部先带大家了解即将开跑的色彩节活动详情 下半部则是分享3月份色群日的各种特色变动 总结处更会有国外大神准确预测3月份色群日的主角 并额外公布未来4月份色群日 景点色群日以及5月色群日的主角 所以记得把影片看完再离开哦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帮忙订阅按赞并把影片分享出去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 Go Go 在先看色彩节活动的各种详情 混沌烙在3月8日星期三的早上十点开始 维持至3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8点结束 除了登场宝可梦方面除了有大家已知的全新套机敲脸目之外 更有迷春节的同类宝可梦 摸牙彩皮鱼 具体入手方式等会分享 混沌奖力加满内容 包括期间使用幼儿模组效果延长为3小时 由于等级提升速度增加为2倍 拍摄snapshot照片有惊喜豪里 至于是什么豪里并无提及 仅提及拍摄照片有几率遭遇闪光荼犬犬 活动期间补给站会出现色彩缤纷的惊喜 这点的话应该就只是指补给站的装饰而非有实际好看 新增色彩节相关受人家挑战 玩抽可入所2万经验与一个幼儿模组 新增洒彩知识并同步开放于商店出售 活动结束后也会持续贩售 不得不说这确定是在洒彩而不是在洒 继续来看看各种受影响的宝可梦方面 新增活动相关铁调查并以阿罗拉臭尼 漂浮泡泡各形态 截巢各形态以及花屋鸟各形态作为主要奖励 也关于出现率提高的包装目包括 派拉斯、大前蟹、瓦斯坦、天然雀、果然木、虎湖、长翅鸥 截巢各形态、抽油谱以及新登场的摩牙彩皮鱼 西游家被出现的只有大舌头以及佳乐、蛇文雄 各新团队同步的变更 一新团队同步会有喵喵、眼狗狗、好坏心 以及新登场的摩牙彩皮鱼 三星团的同步有耶丹树、佳乐、耶丹树、几何血花、侧面龙 传说团的同步有凤凰的富可回归 官方未提及是否会有限定招式神圣之火 超级团的同步有新登场的超级恰雷姆 色彩节活动全资讯到这暂时高于段落 注意事项或重点等会在总结处一并分享 再来我们看看3月色群热的各种特色变动 3月份的色群热将会绕在3月18日星期六 当地时间下午2点至8月5点之间举行 特色的主题包括目为呆呆兽以及佳乐呆呆兽 活动时间段中下午2点至8月5点 呆呆兽与佳乐呆呆兽一夜外大量出现 两只都有几率出现闪光版本 而其闪光版本出现率为1.25分之一 特别注意,佳乐呆呆兽为首次开放闪光版本 喜爱收藏闪光版本的训练师可千万别错过了 主要招式方面在当天的下午2点至晚上10点 直接进化为呆呆兽、呆呆王、佳乐呆呆呆兽以及呆呆呆王 皆可入手特殊招式冲浪 冲浪无论在PVP或PVE都有65点伤害 然后放在了一只呆呆兽的进化形态上都并无卵用 PVE方面毫无用处 PVP方面整体实力虽有提升但效率不大依然没法上场 部分特殊赛事被例外 加勒呆呆兽的进化条件变更 在3月18日下午2点至晚上10点之间 加勒呆呆呆兽的进化条件 从原本的50颗糖果加设定为伙伴 并捕捉30只毒细宝可梦 更换为50颗糖果加设定为伙伴 并捕捉30只超能力细宝可梦 其余进化形态与条件维持不变 呆呆兽进化为呆呆兽需要50颗糖果 进化为呆呆王除了50颗糖果还需王子之阵 加勒呆呆兽进化为加勒呆呆王 需要50颗糖果加设定为伙伴 并捕捉30只超能力细宝可梦 进化条件后两只进化形态都会亮灯 供训练师自己去选择要进化哪个形态 加勒加满内容方面 在下午2点至8万5点有效的 为补抓宝可梦或3倍经验 补抓宝可梦或2倍糖果 31级以上玩家补抓宝可梦 有双倍几率或参要糖果 并容模组于讯下效果延长为3小时 拍摄snapshot照片有惊喜 而外下午2点至8万30点有效的 为可进行多一次的特殊交换 当日上线2次 交换宝可梦所需行程减半 新增1美元的复会特殊调查 名为加勒呆呆寿调查笔记 内容应该就是送一些呆呆寿 以及无关紧要的道具 有兴趣的自行购买即可 新增以普通和加勒呆呆呆寿为主题的现实调查 下午2点至晚上10点之间 完成后奖励王子资政最多4个 新增补抓呆呆寿的主题田野调查 奖励以王子资政 星星沙子高级球和其他奖励为主 新增各种呆呆寿的贴图 以及训练室外观时装 包括呆呆寿帽子和尾巴衣服 这衣服明明是2D的T恤 怎么下面连了个3D的尾巴 最后来到色群日后的加码团战 时间会在3月18日 星期六的傍晚5点开始维持至晚上10点 期间普通与加勒呆呆寿作为 四星团的头目出现 胜出相关团战后 道馆周围出现普通或加勒呆呆寿 生成率提高的加成30分钟 生成率以下午2点至8月5点 色群日期间相同 运气够好也可遭遇闪光版本 注意该团战无法使用远距离 团战入场券参与 至此无论是色彩节 或3月色群日活动详细 也就正式分享完毕啦 整理整理并分析下来 色彩节活动虽然是3月份第一个活动 让亮点却只有推出 全新超级恰脸目以及摸牙 彩皮鱼实在有点失色 亏你还叫色彩节活动 而外的奖励加码内容 更是影响宝科目更是不值一提 运气到时候就是每日上线送礼物 来提升额外的有一等级 然后完成收藏家挑战 为摸牙彩皮鱼开图键 拍摄snap照片 拼闪光图图犬 以及入手部分下联母超级能量 就可收工了 当然也别忘了其间 还有传说头目 凤亡的复可回归哦 而3月大概说是 群日方面更是惨不忍睹 即便入手限定招式 冲浪基本实力也没有太大提升 但还是建议各入手一只 以备未来官方又作祟 反正到时候凭借 捕捉宝可梦或两倍糖果的加成 估计很快就能搞定 其间还能趁机打开讯弹 配合捕捉宝可梦或三倍经验的加成 从等级 其余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带来说尾巴衣服真可爱 最后值得一提的 近期在Reddit上看到一篇文章 是在10多日前发布的 文章标题提及 3次5月社群的情报外泄 内容除了预测3月份的 社群的特色宝可梦为带来说外 更有提及未来的4月与5月的 社群的主题宝可梦 其中就指出4月份的社群的主角为 波克比或波克击鼓 而5月的今年社群的为小三猪 5月的社群的为火狐狸 另外随着目前已释出的官方公告 已得知 今年社群的是在4月举行而非5月 这方面虽以猜测的月份有偏差 但3月份的社群的主角预测 却意外的与目前官方提及的相符合 这是否意味着 接下来的数个月 大家也会如预测的 4月迎来波克比 今年社群的迎来小三猪 然后5月迎来火狐狸呢 个人无法确定哈 但感觉可能性应该蛮高的 个人看法方面 毕竟我们都知道 今年的1月曾经迎来了 哈利利的社群热 而预三家通常都是以一套的模式 在同年的社群热推出 所以在伴随之前哈利利 社群热出现的情况下 那火狐狸以及刮刮泡玩 应该是跑不掉的 但是为何4月的社群热 与今年社群热会是波克比与小三猪 我实在还无头绪 反正近期是有看到这么一篇文章 就顺便给大家参考下吧 好了暂时就先分享这么多 大家看完以上两道火灯 以及预测后又有什么想法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讨论 影片做的言论 经过参考 并不能做一个标准 那我们接着再见咯 拜拜